反贪会主席阿战巴基证实 旅游部部长张庆幸和另外两名中国女子 已经接受传照 说明被机场移民局官员敲诈的风波 新报报道 张庆幸昨天下午前往反贪会总部 另外两名被传照的中国女子 一名是被指受移民局官员要求付费入境的当事人 另一名则是证人 不过新报并不清楚 三人是否已经完成录供 而媒体昨天在反贪会总部外守候时 也没有发现张庆幸的身影 阿战巴基向新报证实 张庆幸和两名中国女子 已经在反贪会办公室给口供 寻集是否会向移民局官员录取口供时 阿战巴基很肯定地回答 当反贪会完成了向张庆幸和两名中国女子录供后 就会联络移民局官员协助调查 阿战巴基早前保证 反贪会肯定会调查机场移民局官员贪污 的取空 我们下期再见